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梅吟 来自新加坡华主文化中心 中元节快到了 除了击败祖先 祭祀鬼魂 我们的主屋区里还少不了歌台表演 你有看过会移动的歌台花车吗 或者是小型迷你花车 其实今天我有一个任务 子俊 今天我来找你拜师了 可以啊 我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进去吧 好 子俊 我看你的迷你歌台花车 跟我们在主屋楼下看到是非常相似的 那这些灵感是怎么来的 可以说就是歌台吧 因为歌台他们自己都有放煙机 还有那种会转的灯 但是今天我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设计 我买了很多假花假草 还有非常可爱的动物模型 好 现在我就要把我的材料给拿出来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模型花车 这个就是我做好一半的模型花车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给完成 然后我的材料有 然后我的材料有 Hock glue gun Soldering iron LED Soldering led 还有 Wire 跟 Span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就把这个 Cyborg给黏上去 这个模型花车 我们把 烤鸡蛋 支撑 所以我们只需要两支 然后把 Cyborg给黏上去 我们现在做 LED的 Stand Border 黏好了过后 我们现在就是要装灯 下一个步骤就是 Soldering Cyborg 接好了过后 我们就要先测试那个灯 现在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就是 Cyborg的 Border 外面还要粘多一层 LED Trip 现在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是做楼梯 楼梯 火花车很重要 因为比较好看 让它们上去比较用力 Border 谢谢子俊 今天教我做迷你歌台花车 我没有想过 我们在中元节看到的歌台 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既保留了歌台花车的样子 又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意 非常特别 如果你也有时间 不妨就在家里动手坐起来吧 他们就是会说 为什么要去坟场去到这样玩 还是去到坟场 然后每次去学校又没有精神这样子 那我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我的家族的胜利 我不去谁要去 所以就是说 没有去管他们讲什么 就做我该做的东西了 可以坚持多久 我们就永远坚持下去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